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角色罗莎的攻略视频 罗莎最佳四星光追怎么选 罗莎全方位角色攻略 光追一气阵容搭配推荐 罗莎是个以攻击力为主要属性的方让角色 他既有解控又有高额的治疗能力 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治疗能力是可以自动进行的 并无需要机场释放战绩来改变战局 这就意味着他是一名能产出战绩点的风绕尾 独特的机制 让他即使在现在的环境中 就有足够让人安心的舒适度 罗莎马上也来复刻了 这篇攻略就让我们再次讨论一下 罗莎在当前环境处境如何 给一些喜欢罗莎 或者考虑将罗莎收入婚下的玩家 一点参考型的建议 罗莎的大招没有回血 反而是个驱散底能 那他怎么做到一个人保足全追呢 这都要说到罗莎的机制很优秀 他除了能带自身的回合外 水龙战绩恢复残血队友的血量外 还有天赋的解戒能力 主动释放战绩 自动释放战绩 或者释放大招 都会抵战花朵 当机载两朵花就会展开解戒 解戒里的队友 相当于有了吸血的能力 只要解戒在 每次攻击都能恢复可观的血量 甚至类似警员的神狙 或者克莱拉的反击的绝佳攻击 都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 唯独卡布卡 一天二一类的道德伤害 引爆是不能吃到回复效果 放点亮行进能力 角色的吸血更神得让全队回血 所以说 罗莎是有不够的保扔能力的 多数罗莎这个很全面的风扰位 水龙的范围很广 那么他全面在什么地方呢 罗莎的战绩 不仅有高额的回血和解控 还能在非自身回合外 抬队友的血量 不仅如此 罗莎的大招各使有驱散 敌方buff的能力 更关键的是他因为自动抬血的存在 不怎么消耗战绩点 残点的能力很强 简单来说 就是急回复 抬血解控 驱散 残点 多功能于一身 所以说 他机智全面 机智这么全面的角色 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是有的 罗莎的战绩可以驱散debuff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驱散能力只能驱散一个debuff 而且驱散的是负面状态栏 最上面的一个 无法做到像霍霍一样的强力解控能力 由于罗莎的大招足于驱散的技能 其自身缺乏紧急救援能力 不过也有期待的方案 就是当队友里 角色需要紧急救援的时候 可以尽快地展出两朵花展开结界 然后插入其他角色的攻击类大招 来实现紧急抬血 最后我们简单谈一谈 使用罗莎战斗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罗莎的战绩是自动释放的 它的回复效果是以回合结束为起点 如果在罗莎的回合 自动释放战绩的被动冷却好了 或者刚结束 我们可以选择平A 然后罗莎结束回合之后 就会自动对残血的队友进行回复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节约战绩点 最大化利用好自动回复的被动 因为罗莎的自动奶 是在角色回合后释放的 所以当队伍里有残血的队友 罗莎被控时 然后控制被解除了 罗莎是不会立即释放战绩回复队友血量的 需要等到任意角色行动回合结束后 再会进行自动奶 所以实战时 可考虑延时给自己可能带来的影响 最后一点就是 尽量使得罗莎在自己的回合内 或者回合刚结束的时候 展开结界 这样可以最大化结界的覆盖率 关于仪器的选择 仪器上 外圈可以选择过客事件套 提升治疗料的同时 在战斗开始还有额外的一个战绩点可以用 内悬场推荐万能的龙虎套 给主C加爆伤的能力 是很多队伍都需要的 躯盖选择治疗1 提升罗莎的恢复量 治疗1对恢复量的提升很可观 最好不要为了攻击力 将治疗1换成攻击力的乙衣服 鞋子选择速度 高速的罗莎可以更快的餐点 队伍里可以有更多的战绩点可以用 发现自动奶的频率也会更高 但是要注意的是罗莎的天赋能力结界 也会因此更快的结束 背面球选择攻击力 对攻击力的加成就是对奶弹的提升 远接绳选择充能绳 带充能绳可以有更高的充能 更多平时的失望大招 结合能更多平时的展开结界 射刺条呢 速度大于攻击力 大于效果抵杠 罗莎的队友 罗莎其实泛用线非常高 任何配队都适配 但是最适合的组C依旧是阿刃 半血之东奶的机制设计 很搭配阿刃的能力 有心魂加持的阿刃更是如此 其次就是玉空 玉空作为虚数属型的铜鞋角色 经常与铜鼠型的罗莎搭配出场 玉空可以给组C 提供可观的双爆增伤 作为虚数属C登场时 还能格外提高虚数属型的伤害 同时即使作为铜鞋位 赤神也有相对可观的渲染能力 罗莎的专属光锥不安的回响 因为罗莎是攻击转治疗的角色 所以其专属光锥提供了攻击力的加强 这就意味着这个光锥的泛用性非常低 基本翻让位只有罗莎可以使用 此外光锥还提供了回能和全队加速的效果 人类加速的覆盖率不是很高 相对来说 罗莎的光锥性价比不高 罗莎资深的治疗量很高 甚至很大的溢出 所以光杰的选择上 不必特意的嘴求杯碟攻击力 这时如果恰好有白鹿的五星光锥 也同样是罗莎非常好的选择 霍霍的转属光锥金魂液 是很强力的泛烙光锥 不仅提供了高额的能量恢复 还给罗莎的大招增加了紧急抬斜的能力 并且对治疗的角色 还有攻击力提升的效果 可以说是全面而且顶用 关于四星的夏威迪带上 整架交换是很好的选择 罗莎资深有充足的治疗量 则是将光锥提升到其他方面 是个不错的方向 而整架交换呢可以帮助队友进行大牢道充能 此时恰好也是可以使用的四星光锥 这个光锥化有罗莎的封面 而且还提高了效果抵抗 罗莎本身因为自己的行迹能力就很难被控制了 加上这个光锥的效果抵抗提升就更难被控制了 还有基于效果抵抗提高奶量的设计 最后我们来简单的谈一下罗莎的星魂 罗莎的灵魂就是完全体 它的一魂着喜生者 集成了一定量的队友输出和自身的奶量 但是征医效果只有在节气的存在时才会提供 覆盖率并不是很高 提升幅度较低 外魂 静庭阵旅 战机成效的队友血量低于半时 治疗量提升高于半时提供可观的护盾 罗莎本身的奶量已经很足了 恢复量的提升对于罗莎来讲可用性很低 而护盾也是需要目标血量大于50%才成效 自动释放战绩经验恢复的自刃机制是小于50% 所以必须手中释放战绩才有盾还是单骑盾 这个星魂提升幅度也较低 诗魂 精灌审判 降低敌方的伤害 提升队伍的生存能力 防爆弊能力提升 提升服务功能 六魂 接规尘土 大招全属性解抗 简单触暴的debuff 众生平等 作用于高贵的靠行区 使罗莎拥有虚无角色一般的队拳强力削弱能力 提升幅度较高 总而言之 罗莎的星魂提升幅度相对来说不是很高 但是灵活的罗莎性价比对高 即使0加0 罗莎也有完备的保护能力 作为第一个限定五星生存位 罗莎可以是个非常全面 且无论功能性还是泛用性都很高的角色 优秀的自身机制和超高的奶量 让他能够轻松一个人开护好全队 罗莎自身的培养难度也不是很高 如果你的队伍缺少芳饶位 或者队伍缺少背负战绩点 缺少解贡 缺少驱赛 那么选择罗莎作为自己队伍的后盾 依旧是很好的选择 希望这篇影片攻略对你有所帮 记得关注一下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